近日,许多节目都遇到了麻烦,麻烦来源于一份湖南省冰蓝食品行业协会上发的关于停止广告商报的通知,通知要求,湖南所有冰蓝生产企业,3月15日前,停止国内全部广告宣传。 而这份通知标记队的不仅是众多依靠冰蓝广告,维持生计的地方卫视,还包括了不少银线卫视视频网站的投资晚会、交易、聚集。 从目前情况来看,作为冰蓝广告最大品牌主的可乐王,已连续三名贯名赞助的湖南卫视小年夜春晚,此外还包括野生厨房、光丽喜剧人物、目前消息等经营热播的综艺、聚集。 短短几年间,可乐王冰蓝从一个充满地域特色的地方品牌,倒在了全国性的舞台中间。 可乐王赞助多节目,而此方方应广告进播,对其重新传的发展战略,亦会产生一定影响,而各人后几个问题广告影响大的,不仅是产品负身,更会人类平台、节目的生意。 冰蓝的原产地并非湖南,但湖南的冰蓝文化,却是全国之罪。 在湖南,什么角色冰蓝,已有四百多年历史。 等新朋友、社交运程、天庆喜业、过年过节,都少不了冰蓝的生意。 而冰蓝也因此成为了湖南除湖南历史、香烟之类的第三大支柱。 据湖南业内人士介绍,目前,中国冰蓝产业总产值约四百亿元, 湖南占三百亿元,海南占六百亿元,冰蓝交融,法律无标,冰蓝泡酒,远垂不朽。 冰蓝在湖南不仅是一种零食,更是一种身份容忽的认同。 那双人之间,三小冰蓝是增进彼此感情的最佳途径。 而冰蓝的提神效果,更是在电视乡军走南传斗的过程中广为流传。 曾有越内人士这样形容电视乡军对冰蓝的喜爱, 有这种故事,就能闻到冰蓝眼。 张新发、胖哥、小龙王、冰之狼, 两相谈几时交冰蓝喜悦领域在湖南这片土地上。 而林平盛近两年出现的最多的,却是口瑞王这一行业新秀。 从最初的湖南京市、都市、公共频道等针对本土的广告。 大巴马湖南卫视近三年春晚冠名赞助, 芒果替鹰自制森艺野生厨房, 三月喜剧文武,两月独家冠名,以及目前消息, 口瑞王冰蓝天心如土在小林平盛撞足了眼球。 而正在湖南省冰蓝食品行业学部相适的, 关于停止广告宣发的通知,无疑犹如情相霹雳。 所有企业及日起,停止国内全部广告宣传。 停止发布的名字平台包含, 且不幸于道志、电台、电视台、高速公路、机场、铁路列车、地铁、公交车、 网络平台、电子屏、电章、运作、出租车等。 此项工作必须在3月15日前全部完成。 截至笔者传稿,在《南果定音》中, 封锁2017、2018、2019湖南内视三段小年年春老及衍生厨房, 发现该节目内容均已现现。 还在《花乐许剧文语目前消息》的网播中, 则文涵有可欲网的广告植入。 国内进第二冰冷广告的消息, 由网友无凭拍手称赞, 积极致癌物。 反该如此的评论之中, 随处可见东西有面的健康生活理念。 如同网友, 日前在国外同样因健康问题 三亿更多的还有联邦的快餐广告。 因而同时判力过高, 英国联邦就只在公交车、 地铁、出租车、 车站板公共场所出现快餐广告。 除了产品的健康属性, 广告播出的不确定性正在一日剧增。 那么影响广告播出的因素都有哪些呢? 其一, 虚假宣传。 对此, 美国广告法曾明确公平表示, 广告不得含有虚假, 或者女人误解的内容, 不得欺骗, 遇到消费者。 而针对云评上鲤禁地址的医药, 保健门广告。 广告总局也曾正式出盘, 总局关于进一步交强医疗网上内节目, 和医院广告播出管理的通知, 并从沙普奥斯道红毛味酒, 以铺天购壁的广告宣传, 提升产品商量, 获得更高利润, 但成本有交无理, 于是并进一步追交广告投入。 在这样的微信循环之下, 虚假宣传的产业论, 很难得到根治。 其二, 归点予人, 但予人出了问题, 对品牌而言, 同任是一场被网小区的危机公关, 柯正刚为宣传拍摄的广告, 便曾被网友一遍误告, 相吃了宣传, 根本停不下来, 与希徒联系起来, 并在社交网络二次传叠, 对品牌带来了不小伤害, 而近年来, 公众对1.1人的永远度, 正进一步收紧, 网友放调, 其二是广告被通知, 选择范冰冰, 黄晓明所有广告, 虽然未得到官方证实, 但从实际情况来看, 污点予人的广告, 已被烈日平台黑铃铛, 其三, 价值导向,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 关于立即停止播出 欧帕国买等违离广告的通知中, 欧帕国买, 稍拉经理酒电视广告, 部分内容存有表现学生法链和少男生女, 女人酒精言比感受等情节, 价值导向存在偏差, 日地未成年人产生力导, 影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此外, 内容时度最大, 比较无语修掠等不良内容, 都可能是广告最进步的关键, 其四, 违反法工, 广告内容的涉及播出, 不只是广告法, 或广电总局的规则, 能够完全复材的, 对于一些行业产品广告, 还需符合刚行业的法律反攻, 当是播出的英泽凯迪拉克汽车广告, 便因涉嫌违法被进播, 该广告代言人, 在教使凯迪拉克C-T6的过程中, 双手离开方向盘, 并配有伴手去做的广告语, 展示极致能战士系统, 到此举为违反了相关交通法则, 广告在向公众传达产品焦点时, 如何经过传播中的注意事项, 是关系大平台, 节目组, 广告主多方利益的重中之重, 广告进播无疑对一个品牌, 甚至是整个行业, 都会产生重大影响, 广告曝光层内企业再来多大红利, 进播广告就可能造成多大伤害, 据百度指数显示, 关键词口味王近年来的第一次高增, 便是出现在2017年春节期间, 近一年口味王第一次过敏了湖南卫视春晚, 随后的多次峰值, 也与行传传动作密切相关, 而针对这次进编冰浪广告, 湖南省冰浪食品行业协会律书长便曾表示, 此举获得湖南冰浪行业销售, 带来重大暴击, 芒果TV站内, 湖南卫视, 2017, 2019年三段下年月春晚经过深厨房的集体效价, 说明这份通知, 在湖南省内发挥了一定作用, 但在其他网络平台中, 这份不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 注定只是一前特打在年份上, 芒果定音中, 在湖南卫视, 2017, 2019年三段下年月春晚内容, 但与行业学会发布通知的参与性质不同, 广告总局或广告法规的限制, 更具备伤伤力, 而广告一旦出现负面问题, 影响到的不仅是广告主的命运, 更关系到平台、 节目的公信力, 因此, 对于平台、节目来源, 在充分发挥内容价值, 向平台者出现用户注意力, 从而招取广告生意的同时, 还需充分旅行平台责任, 对平台内容负责, 对平台用户负责, 在在衍生厨房播出期间, 便有网友提出, 一旦美食探寻节目, 却向观众推荐冰蓝, 但真是满屏为何, 问题广告的见多, 方向, 为了示意和手段的广告内容, 敲响简厂, 不仅节目内容要有质量, 广告内容也得想求质量, 敲选合适的广告主合作, 以成为平台, 节目公立风险的必要之举。